大家好,我是陈阳老师,欢迎来到陈阳说流美 有家长问我,这个流美的黄金时代是不是结束了 那我该怎么办?今天我就来讲这个问题 就是流美黄金时代和你我的关系 这个你呢就是家长啊学生 那我是一个专业的国际教育工作者 这件事呢对我们大家呢是有什么影响怎么看 首先我们说这个黄金的时代呢可能就比其他时代是好还是坏 中国到美国来留学的政策来讲呢 在川普就任总统的这个期间呢 就是前四年的这个期间和前八年奥巴巴就任总统期间呢 这个签证的政策确实呢是有变化 因为川普这个人呢他就是很反智 他不仅是反国际教育 他也反美国的教育 他也反常青藤 他而且跟自己的这个几个母校都打得不亦乐乎 那么呢在留美的这个签证的方面呢 确实是有了很大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收缩 比如在奥巴马上任以后呢 就任命骆家辉作为美国驻中国大使 那骆家辉到了中国以后 他就宣布说呢 我的计划就是促进两国的人员的交流 我要在一年呢把签证的数目呢 变成一百万 结果他到了十月份就达到一百万了 而且中美的这个十年的签证和学生的五年的签证 这都是在奥巴马骆家辉的时候制定的政策 那么川普呢 他在慢慢的把这些政策呢 再收回 就是这个签证呢 现在变得确实是越来越难了 包括呢 在拒签率 还有呢 在整个的这个签证的这种审查的过程 比如你要是学敏感专业 那么他就会有签证的审查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所谓这个中国的崛起和中美现在的这个关系 现在呢 你说叫贸易战也好 你说叫知识产权的争议也好 你说叫新冠也好 这里边呢 有很多的现在矛盾 因为川普这个人呢 就是很爱跟人打架 对吧 有时候就找错对象也乱打 那么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这个所谓叫留美的黄金时代呢 就是没有以前这么容易 这么是一个 就是一个在大潮往上涨的时候 怎么样容易了 但是呢 是不是说呢 这个留美 这个黄金时代 他没有这么容易 你就作为学生 作为家长 我就不去了呢 我就去高考 我就去别的选择呢 你这个事要这么想 我要能高考 能去别的选择 能去俄罗斯留学 我早就能去了 对吧 但是呢 我是不是要去美国 那可能我比以前的可能要费点劲 因为呢 它的障碍可能更多了 但是并不是说呢 我来美国呢 来读名校不好 或者我来美国来读人工智能不好 对吧 我美国人工智能 这个CMU啊 MIT啊 斯坦福 这都世界最好的人工智能的学校 我非得不放着这个不读 我要去马来西亚去读人工智能 那不是开玩笑吗 对吧 你说我要是说 我能去清华读 能去国防科大读 那你趁早去 对吧 那么有可能你没有机会去不了 其实呢 对我们业内的人士 就是作为像我这样 在美国的国际教育工作者呢 那么呢 我们再看来呢 这个所谓这个流美的黄金时代呢 是奥巴马的这个时候的这个时代 现在呢是比它更难了 其实对我们来讲呢 就是我们要多做一些工作 我们要比如像 像这个签证问题 像选专业问题 像申请的方面 我们呢 其实要在学生身上多做一些工作 让学生变得更好 那么呢 这些学生呢 他还是会能够来到这边来学习 能够提高的 所谓这个黄金时代 不黄金时代呢 它是一个这种相对难和容易 那难的时候呢 你就多弄点力 多上点心 那容易的时候呢 可能谁都能来 比如呢 像好比说 还有一个就是签证 像这个来美国读社区大学 或者读语言学校 现在呢 就相对比较难了 以前呢 都是在骆家辉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那么难的呢 那也不是说呢 这些学生就来不了 那么呢 只要是适合学生的这个道路呢 那我们都可以来规划 然后来往前来前进 因为呢 你如果到了这个时机呢 不来读书 那其实呢 是对个人的一个耽误 所以呢 我就说呢 说不说这个黄金时代的 结束不结束呢 这个关系不是很大 关键的是要看 对你和你的孩子 怎么来做这个规划 怎么来做提高 好的 那今天视频的介绍到这里 希望呢 有任何疑问呢 在我评论区留言 关于留学任何大小问题 疑难杂症 也请私信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头条 知乎陈航硕理美频道 谢谢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